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奪金牌重要嗎 奪金牌當然重要 所以不用講 可是沒有奪到金牌 也重要 應該這樣講 可是大家看到了 都是有獎牌的 事實上我們整個代表隊 好像幾十個人 幾十個選手 全世界大概奧運 有去了一萬多個選手 可是大部分人 是拿不到獎牌的 可是要打進奧運就很難 就很困難 要取得一個資格 參加那個奧運的資格 就很難 所以每一個人參加奧運的人 應該都得到非常多的 鼓舞跟掌聲 所以這個戴智瑩 他今年這一次 大家其實對他太期待了 他比賽的時候 你知道他的收視率多少嗎 不知道 他的收視率創下 台灣有線電視史上的冠軍 平均是十七點三 最高是十八點二 也就是說台灣不到四個人 就有一個人在看著他的轉播 我爆料一下 因為我從來也很少看電視 那一天我也守在電視機前面看 所以我後來會發現說 是不是因為我看了 他真的跟他戴智才拿到金牌 我真的很 老師你是不戴智 只是說你可笑 你不夠意思 你不作法一下 對不對 我一直要加油 我也一直加油 不是只有加油 你就對手給他 我一直加油 一直加油 我一直加 但是因為天高皇帝人很晃 所以咬不到 法律還沒那麼遠 那這個我們當然小代 這個銀牌有很多人跟他恭喜 不過也有很多人這樣說 說沒關係 下次把金牌拚回來 這也是個目標 不過不代表金牌 就是這個唯一的成功 那麼我覺得 對他一直要求金牌的選手 的朋友 我不曉得朴老師 你會怎麼看 要求金牌的部分 就是其實我們比賽的時候 都會有個賽前那個預估 那賽前預估的話 我們大概都會從他們的歷年 來的那個比賽的各國歷年來的成績 我們大概都會去評估 對 那我們大概第一名 大概的總和要多少 像我之前有講過 我們的那個start list 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所有的選手 確認名單 我們也要提他選手最好的總和成績 那我們看到郭信淳的總和是最好兩百三 那其他選手大概落在二二五 二二五 那我們看得出來說 他可以拿金牌 所以我們其實在練習的時候 我們就會設定說 你每一次的試舉成功 要在兩百三 兩百三 這個成績 你就可以拿第一名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個預估的成績 那青年的選手也會這樣 我們會有年度會有三大賽 那三大賽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小朋友說 那你要去評估你現在目前的成績 如果在全國要比的話 你落在哪裡 那你訓練的時候 你就要達成那個目標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對上今年有一個七十一公斤級的選手 他這次不但拿金牌 還三破大會紀錄 那因為我們每一個月 我都有一個月目標 那我們其初就請孩子定目標 那定出來的目標 你說這次奧運 沒有沒有 我在指我們對上的孩子 就是有一個 我們都會設一個目標 對 那我相信信存也會有一個目標 總和要兩百三 其實應該兩百三在這個 這個五十九公斤級是確定 可以拿金牌 因為我看各國的選手 其實總和都沒有超過兩百三 所以我們都會有個預估的成績 我想就是拿金牌 或者是拿銀牌的 拿牌的選手 那個大家那種光環那種 對他的這種鼓勵 都很多 那其實很多事都沒有拿到牌 你不知道他名字 你都會怎麼跟他們鼓勵 像其實我要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現在自己帶一個學生 他其實練了三年 他完全在全國賽是沒有辦法 站在那個凸台上的 然後這個怎麼辦呢 就是從訓練中 每一次的 因為我們都會有一些 每一個月我們會有個比賽 或者辦一些活動 然後從活動中去push他 然後鼓勵他這樣子 然後這次比賽的時候 我們會有剛剛我提到的月目標 那我就跟他設定 他就寫得很清楚 我如果這次全國的比賽 我要抓舉七十七公斤 我停舉九十五 我有可能就可以獲得銀牌或金牌 那這次比完賽的時候 他獲得銀牌 一下就大哭抱著 我再大哭 因為他達成他的目標 對 那我就 我會跟他講說 其實這個成績是你平時最佳的成績 那不好意思 對手今天就贏了一公斤 對 我就跟他說 你已經表現得很好 你達到你平時的水平 然後今天你不是不好 只是說今天對手表現得更好 那如何要贏對手 那我們回去多練一點 我一個方式就是你多訓練一點 你才有可能贏對手 把那個差距怎樣拉大 你不可以只定這樣的目標 你可能還要再把他拉大 對 因為小代拿到銀牌 他說這個印度的那個選手心度 在那邊看他打完之後 就去抱著他說 你已經打得很好了 可是今天不是你的局 真的 我們也會這樣跟選手講 今天真的就不是你的場子 我們也會這樣跟選手講 然後你的狀況我都懂 小代說他爆哭 你知道嗎 你是怎麼鼓勵選手的 基本上選手自己沒有人會比選手更想贏 對 他們自己一定是更想贏 然後我們能想到的準備 想到對手什麼 他一定都比我們熟悉 他們承受什麼壓力 很大啊 因為基本上練這些體育運動很多 有些小從五六歲開始 然後大一點的可能都要從十歲 十一二歲開始 他當他們正式跨入正 這個所謂的正規的訓練的時候 基本上也沒有就沒有童年了 比如說你自己什麼私生活 聽說他們會緊張到便秘 這是我以前也是那種 一直希望我們台灣可以拿冠軍 你知道就威廉波特以來 然後尤其我們哨棒 我們哨棒是那種 沒跟我們哭鬥沒算贏 對不對 哨棒被他哭鬥 就是要多少比零這樣 十比零 二十比零 我們都很喜歡看那個 就是一定要贏 那以前我也都是這樣 然後後來是因為我自己也開始 陪這些小孩子 那有時候當翻譯 跟他們出去比賽 我才看到那小孩子那個壓力 就是有一次比賽 那那個我們台灣第四棒 那我有時候我還跟他講說 我沒有看過我們第四棒 沒有打過拳雷打的 你知道 就是你只是覺得 這種玩笑話 你不知道小孩子壓力多大 後來才知道 他已經四天都沒有上廁所 搭不出來 後來就被人在房間裡面陪他 就已經快發燒了 你知道就是沒有 後來就只能在那個房間陪他上出來 後來然後我在那邊等他上廁所的時候 我就在心裡就在想說 我覺得我心裡變態 我把我自己的樂趣開心 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然後灌注在一個 十二歲的小孩子身上 然後你那個過程當中 你看到那小孩子才十一二歲 他們可能已經沒有寒暑假 然後一直練習 他早上可能五六點就要起來 然後一直到晚上的訓練 然後吃東西也都很自製 可樂 碳酸 他們都知道哪些東西可以吃 哪些不能吃 他們都很懂事 那有時候比賽的時候 真的是很現實 你都像棒球比賽來講好了 今天我投那個扣 主審不減就是不減 你怎麼辦 不過他今天變化球就是吹不出來 就是吹不出來 你怎麼辦 有時候真的是到一個世界等級的比賽 真的就看當天的狀況 對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郭姓淳上一屆奧運 他上一屆在巴西的禮約舉行 那這是郭姓淳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對 這是吃飯的時候 那這一屆呢 這一屆 這個巴西的禮約奧運 這吃水餃呢 對啊 那個很好 是當地的那個華僑 我們是租他的那個apartment 對 然後他有廚房 就租你的公寓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他那天就提供他的 他就你們一定很想要吃水餃 然後那個華僑就拿一些水餃 給我們吃 吃這個最多好 對對對 吃香 你說吃巴西的飯你怎麼 米飯我們自己帶去 我們有帶 我們帶了兩包 三包三包米 對 而且是我們臺東的感恩米 對對 四存有機 米很重耶 米很重啊 我們那個行李箱都是米 還好我們是另外一個 那個體能訓練師 當時他的體能訓練師帶的 也都是他想到的 對 那如果沒有帶自己的米呢 他一定會帶 菇性醇一定會帶 不是 不是 是那個教練一定會帶 對 然後連香菇他也帶 然後還有一種是 那我不太會講 也是那一種就是滷肉 會加一些菜那種醃漬類的那個菜 我不知道怎麼講 那個叫什麼 鹹菜 對啦 煮滷肉 滷滷肉 對啦 對不對 對 那個就很台灣嘛 對 就是很台灣 啤菜 啤菜 是不是啤菜 啤菜跟鹹菜又不一樣 鹹菜 空菜 就是剛正大菲 鹹菜 啤菜是一顆 不是一顆 鹹菜是胸子的 對 對 因為我人生吃的鹹比你吃的 吃的比你吃的比你吃的 你剛才說耶 這個目的其實就是希望能夠讓選手 覺得好像很家常 對 就是有家鄉的感覺 是是是 那個味道 然後他就不容易 比方說他肚子啦 對 對這是最重要的 吃不下就沒體力 對不對 而且他又有控制 對 他又有控制體重的問題 那時候是五十八公斤級 他每一次比賽他都在控制體重 那那一次比賽的前一天晚上 他就有講說我第一次比賽 是不用控制體重 還可以吃牛肉的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體能訓練師 也是他 還有一些空間就對了 他 他因為他閱讀很多的那個書籍 然後他也研究了很多 所以對 營養那些 對 來來看一下 這就是 這就是二零一六年 郭姓淳參加那些奧運 我記得我們他好像拿銅牌 對 那一次拿銅牌 拿銅牌 那在吃飯的情況 那這個是剛剛這個 對 那這一屆其實是 蒲老師跟他一起去的 對 跟他一起去的 是